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即是全國人大常委會 在北京完成審議我提交的報告 並且在充分考慮了香港社會的意見之後 今日行通過了關於香港特平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 以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 確定香港可以從2017年開始 實行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行政會議官首和非官首成員對決定表示支持 我和特區政府將努力做好後續工作 實現全港五百多萬合資格選民 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的民主目標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已經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具體方案定下框架 特區政府會盡快啟動第二輪公眾資訊 並於明年首季向立法會提交修改 基本法附件一的修正案 根據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辭職的方針 按照基本法和人大的有關決定 發展民主是香港人的共同願望 今天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是香港社會向前發展的重大一步 亦都為香港的歷史揭開新的篇章 十八年前 香港第一次以選舉方式產生政府首長 十八年後的今日 過去的選舉委員會的選舉方式 可以完成歷史任務 只要大家願意 2017年選舉行政長官 香港大部分市民 即是五百多萬的合資格選民 將不再是旁觀者 大家都可以去到票站 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 競選活動將遍及各個社區 深入各個階層 各個參選人和候選人都必須 向全港市民交代理念和政綱 爭取認同和支持 香港一人一票 普選行政長官 不僅是香港的重大跨越 亦都是國家的歷史大事 我和特區政府以致全港市民 都要負責任地完成目標 落實以普選方式 產生下屆的行政長官 今日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並不是最後的一步 因為要修改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我們還必須得到三分之二的 大多數立法會議員的通過 因此要成功如期 在2017年落實行政長官普選 要讓香港市民人手一票 仍然有一定的難度 如果不能夠爭取到三分之二的 立法會議員的支持 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 就只有原地踏步 繼續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 選出行政長官 五百多萬本來可以投票的香港人 就會失去投票權 保持社會和諧穩定 求同存意和穩中求變 是香港人的共同願望 性改爭議大 大家有不同的理想方案是可以理解的 在不同的方案之間 香港人最大和最重要的共識 就是讓香港市民在2017年歷史勝敵 行使一人一票 普選行政長官的權利 讓香港政制發展向前踏出一大步 香港的政制發展不能停頓 香港的繁榮穩定不能倒退 我呼籲全港市民 包括全體立法會議員 不分黨派 都要齊心一致 落實普選 推動民主 都是要選擇 bag人 和諛究會議員 有打算 一場 剛好 就是